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拜访中国的首座智能化油田 这个我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之前是去过克兰马尼 看过那种最传统的一种采油的方式 但是在海上也是有能源资源的 这个是我之前没有了解过 所以今天来探索一下 在最后一את了 在最后一天五时的海面 这次反应该是中国方法 有机会上的响戏 后一 UP 这已经被一路上自立的报道了 这一天才是砍戏的 里面的卫氏 这一边是中国之手産、 产生卫氏 是很容易或是很難做成真實 和什麼感覺像在這巨大海的巨大海中的巨大海 所以我們要開始探索 有一個工作人員在等我們到達的平台 它看起來真是超級巨大 你好 你是任老師嗎 您好,您好 二仁老师,您好,詹姊 您好,您好 今天就来这里来向您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游天站 好的,好的 但我看到它很高,我们是要怎么上去呢 一会儿我们穿上救生衣,乘坐掉楼上去 做这个 对,对 今天,他一人去探索了沿途中央标准备的 Qinghuandao 32-6油域 是年轻化工程师,Ren Hongwei 他有14年的经历工作途中央标准备的 他为什么不是一个封闭式的呢 人要站在外面 啊 一旦有阴际情况呢 如果是有特殊情况呢 人可以通过跳到水里的方式呢 再逃生 来,我跟您说一下 乘坐这个过程中呢 一定要双手合抱 抱紧 如果你晕高的话呢 你就不要朝下看 也不要跟大家打招呼 不要挥手 脚往后一点 脚往后一点 踩在这个 踩在这个上面 踩在这上面 对 双手合抱 交叉 对 然后下了这个扣 下了这个扣 我认为他们会关闭我的眼睛 在这个程度 因为它是很高的 它是40m 和最高的位置是16m 但是 在同时 我认为这个是一种 一种感觉的 感觉 而且我真的想地买到even 地下时 这些水域 现在让你看这个 建立 这和平方的 多说 是真颜色的 怎么远 tad 艮起来 哇 Bohai oil field is China's largest offshore oil field and largest production base of crude oil has produced around 31.75 million crude oil in 2022 Tinghuandao 32.6 oil field I visit this time has been in production for over 20 years it's an old oil field worthy of the name the CEPI offshore platform I stand at is one of the central platforms of the Tinghuandao 32.6 welfare cluster with 8 lags and 12 drilling rigs it stands in the middl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bottom up the platform has 4 stories of the production area which are working deck and lower, middle and upper decks plus a living quarter, it has 5 stories the first stop of my exploration started from the well head area on the working deck 前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井口区 井口区 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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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油井从下面 从岩石的孔隙中渗透到井底 从个电浅泵将原油抽上来 输送到这个系统中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处理 这是处理合格之后的 对 把水和气脱掉之后的原油 那它的开采难度是 相对来说开采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过去是采的一天能采出多少 现在能采出多少 我们现在每天能采出大概六千方左右 上了制造线管理系统之后 我们现在的采收率会比之前有一个提升 任浩wei told me that there are around 60 workers offshore engaging in around 10 types of work and now I'd follow him to the twin deck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decks 您好 这是在维修什么呢 我们这回整体对我们平台 所有的分体更早做一个整体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提点吧 那你们的工作性质也是和任老师一样的吗 也要28天在这里吗 对对对 都是一样的 那现在是第几天了已经 我已经是三周了 马上到下周二我就要下去了 我就是要回墓地了 您呢 我跟他爷爷 你们是就是一起一个组合是吗 对一个半组 这三周以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想不想家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 想家还是非常想家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和你陪伴家人的时间 还要再长时间 在长时间 他这样的时间 可是现在的时间 我们在长时间 Mount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一下下了 就是来看一下 您的工作 对 这是现在在忙着做什么呢 对 所有的连接点 一些螺酸会经过 健康的一个松瓶的一个检查 那您在这边也应该是工作的时间很长吧 对 我13年参加工作 现在今年应该快满十年了 一直是在这个平台上吗 对 我一直在这个平台上 这边投产我就一直在这 那感觉怎么样在这个平台上 也是一直在这里是吗 对 它都在旁边的小铃银平台 然后就掉回来这 在海上生活感觉怎么样呢 就还适应了那么长时间 可以 适应了 还可以吧 就像第二个家一样 就是半年在陆地的家 半年在海上的家 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很艰苦 然后大家可能心里也会有那种 有一点揪心啊 但是我完全看不出来 还好就是现在案件和制造化 上马上货 通过这个光纤通讯的方式 通过电话呀 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 跟家里面联系 这方面也可以缓解一些 这个渡到啊 发位啊 或者想家呀 是吗 这个砂糖剧 发生的会计划 3265 一年多的经验 专业工作室 他主持人的工作 专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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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手机的手机 专业的招待 专业工作室 是主持人的手机 专业工作室 是一种手机的手机 专业工作室 现在 每个手机 专业工作室 它可以安排行動的位置 並且給予警告 你還印象到哪一個不順利的環節嗎 在使用過程中 有一次發現 人少了一個 我馬上聯繫我們開發人員 我們技術人員 實際通過確認 這個人並沒有消失 還在平台上 但是這系統預告 我們海洋史上確實發生過這樣的 不然追海或者失踪的事件 但是我們的其他合作夥伴 他們不理解 只是一個信號缺失而已 一百遍九十九而已 所以說因為這個事情 因為關鍵的碰撞 產生了強烈的碰撞 到最後呢 我們就是 通過強烈的要求 在第一時間 將這個事情解決了 這個事件 叫做智能油田建設專項工作組 最開始的時候是 幾乎是完全 完全就是蒙的狀態 尤其是前一個月 開始我 最開始都說我真的是 沒法直接工作 因為我對這個事情還不了解 我需要熟悉 只有兩個途徑 第一個途徑就是 所有的會議我全參加 第二個途徑就是 我晚上我要做 單獨的做功課 您做到哪方面的功課 因為我接手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四個功能包框呢 已經開始啟動了 但是小的功能點上呢 需要進一步的深挖 跟IT技術的融合 到底是不是具備這個條件 能不能融合 能不能產生先用的價值 就是這麼多的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所有的電器設備的 開和關 就是要做作業的時候 所有東西操作起來 從這裡開始 對 那它和智能化有什麼關係呢 正常來講啊 在這個房間裡 我們所有的開關 各種運行參數 所有的指示燈的狀態 原來都是通過人工巡檢 那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我們上了 智能化的手段 上了這台機器人 通過搭載AI智能識別的算法 可以自動的檢測 運行的參數是否正常 運行的狀態是否正常 非常精準 可以做到所有的參數百分之百的識別 除此之外 這個設備還有一個機械手臂 上面搭載了很多探頭 它可以代替人工 去進行開關按鈕 旋轉 這樣的工作 日常情況下 是有兩個人 可能24小時連續值班的 有了機器人之後 就是現在我們是一個人值班 The explosion-proof smart terminal in almost everyone's possession though appearing very plain is actually an 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nterphone and the explosion-proof smart terminal unimpeded communication is hard to realize offshore and this used to impress Renhoi a lot 當時我們叫同事 從平臺上 用了兩部防暴移動中端 用到了十幾號 將移動防暴移動中端 跟數字中心站連上了之後 測試完之後 就給我打電話 他說沒問題了 從房間裡面和外面 都已經測試完了 沒有屏蔽 沒什麼影響 聲音還很清晰 我說這樣測肯定是不行 我說我們必須要嚴格的測試 我說你去機艙 生活樓的最頂層 兩個封閉的房間 然後再進行了測試 聯繫起來是最困難的 對 然後又從 首間艙到尾間艙 又一個最遠的距離 又進行了測試 這樣測試之後 通訊沒有問題 能夠實現的這個 有效的通訊 中間擦音呢 都消掉了 都沒有影響 這幾天我們工作的工程中 你看我就拿這個設備 跟我的同事進行交流 完全沒有問題 非常清晰 對吧 當我看過了 油 rig 和它的表現 第一次 我看過 這次的表現 沒有改變 這裡 我已經進入了 這次 這次 我開始了解 工程中 工程中 上台 我看到 用的 技術 和 AI 技術 幫助 操作 工程 這次 還在 危險 有多少 技術 工程中 已經發展了 水 開場 工程中 なので 浮現 品質 允許 有時候 測試 開場 大部分 yes the weather has changed as yesterday in the evening you have seen that the wind started to blow harder and the result as far as you can see yes we're experiencing a bit of bad weather today i think the only thing that i can do now is to wait and see several hours later the wind calmed down and i'm going to sail away from the capi central platform toward next stop the shore power platform r d staff of the smart oil field told me that onshore power supply for offshore oil fields is what they have been waiting for because this is a precondition for their work to start so what is this project about and how long did it take to put it into operation and what changes did it bring to the offshore oil and gas production industry i'm about to figure it out and this is my final destination in 2008 he joined offshore oil rig job as of now he owns 12 years of offshore working experience and this is all the equipment 和智能化的转型是有关系吗 当然有 我们以前我们海上的通讯都是通过微波 甚至是卫星来传输 那它的带宽是有限制的 那我们现在通过我们海岚 就从原来的几兆几兆的带宽 变成了万兆级的带宽 因为智能油田是要大量的数据通讯的 那我们岸店就是为我们的智能化油田 打造了一条信息的高速公路 The Shure Power Connection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2018 It's not only the basis for developing smart oil fields but also a key step of the offshore oil production work to respond to China's dual carbon goal by promoting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这套设备是220千伏 也有22万伏的GIS电器 刚才您看到的 这一个三条的就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分成ABC三项 就到了这里 这边就转换了 还没有转换 它只是一个开关的作用 就相当于是我们家里面 从电表进入到我们家里的配电柜 有一个总开关对不对 对 那我们这个相当于就是 进到电表的一个总开关 它到底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 这在水面上难度很大 没有 它当时建造是在我们的青岛建造基地 不是在这直接建造 不是在这 是在青岛 当时这是与天气赛跑 与时间赛跑 我们对整个项目的工期是有要求的 所以非常紧张 非常非常紧张 紧张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青岛场地 在我们两个 四千吨组块的周围 一共锁定了六台铝带雕 这六台铝带雕 就专门为我们的 中高压电器设备安装服务 当时这个场景在青岛也是首次出现 运哪儿就在这 这个装好以后我们这平台整体就通过一个扶托船 把我们的这两座EPP平台 通过拖拉形式拖在到扶托船上 然后再通过扶托船到平台上 通过扶托船 大型的扶托船 给它钓到平台的那个刀纹架上 在固定住 在固定住 他们努力努力 在运动这个项目 一步一步一步 你听到这个嗡嗡的声音 其实就是一个电压 电压转换发出的一个电流声 从我们刚才的这次设备出来的三根电缆 就到了我们这一侧 这是我们的一台电压器 通过它的一个电压 这边就是22万伏 220千伏的一个电压 变成了110千伏和35千伏 两种电压 那么这个主变 它本身最终的一个调试 是要等我们海岚铺设完以后 和GIS都调试完以后 最后和主变要做一个冲击实验 最后冲击实验成功了 我们这个项目 就相当于是成功了 我们五次冲击实验 就一次通过 6月23号那天晚上 一直到晚上11点多 深夜11点多调软 当时听这个 目前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声音以后 也特别兴奋 从来没觉得这种 我们以前认为的噪音这么好听 我可以坐这儿吗 您好 您好 谢谢 我觉得你们这个风景还是挺好看的 我们这是海景餐厅 那你们在这边已经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到今年十月份我已经二十年了 老员工啊 那现在我身边的两位应该是新加入的还是 新加入的我是依宝那方面的 也就是今年刚来的 我的话是比他要早来的这边两个月 我觉得他们弄菜确实很好吃 而且确实有照不到每个人的口味 四川来的这个口味还是挺多的 然后我们海上这块这个 后勤保障这块 就是配餐这块 也会针对他们这个人数比较多 做一些这个调整 比如像那个 锅肉啊 鱼香肉丝啊 光宝鸡丁啊 烧雪旺啊 这些我们每周里边都是会有这些菜 出现的 而且我们这一个后勤人很讲究 荤素搭配 对 这个营养的这种搭配也是非常讲究的 因为我们这的距离刚后比较近 一周两次从入地工 每次供应都能保存现场 那个蔬菜啊水果啊鸡血 这样的话员工吃起来更健康 对啊 而且实际性的讲究也比较强 嗯 嗯 Today's offshore exploration is coming to an end as there is almost no female worker on the offshore platforms Renhoi especially vacated his room for me to stay So right now I'm in the living quarters and this is my room where I will stay for the night it's pretty cozy and here's everything you need and they're very friendly and thinking about all the details that you might need because I was thinking about that if you will stay here and for example if I need to do something until the late night and I will get hungry so what can I do though and here you see that they have prepared everything everything have some snacks coffee and some other things that you need like everything you need and also I see that they have 夜餐 so it's not only that you have breakfast lunchtime dining time yes but also 夜宵 夜餐 because people here working from 7am to 7pm but sometimes if there is a necessity so they need to stay for a longer time and there is a part of the team who are staying also throughout the night on a duty in the chilly gusts of winds the sun is about to set for CEPI for many people this means that they can call it a day however operations at sea are still going on from that one I came to the field and I saw that you're working is that you're working yes at 48th it is a pressure you said what is it? it's a bit of a place this is what from the town we went to the city through the city 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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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from here to the city yes it is you are working at this time and you were working 是还有二十年了 最辛苦的是什么 最辛苦的就是说是怎么说呢 恶劣的天气作业的情况下 是最辛苦的 零下三十度在外面作业吧 零下三十度这个寒风 真的像刀一样放在脸上 就在那个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有没有想过 哎呀算了吧 就好像不适合我有点 我感觉很渺茫的情况下 也有 但是一想二过了 现在来看应该还是很自豪吧 做一个室友人真的很好 看见以后 咱们整个这个情况 慢慢地再扩大 为国家以后 风向能源 心里二是好 哦 哦 有什么事啊 你对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一种情况下 这个场合作的 在两个月的历史上 是一个厉害的计划 现在他们已经把自己进入 第二次的建设 我认为这应该是 可能是被码氧的灵魂